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过得很舒心 但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照片的热度越来越高 他下方的评论区却似沸腾的揉锅 被则上万高赞的评论瞬间刷屏 上面写着稿媒早有定义 情义千金不敌胸前四两 犀利的评价熟悉的话语 让沉浸在这份家庭温馨的看客们顿时鸦片无声 良元还是逆元 1971年年仅10岁的黄秋燕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石沙海体育学校学习了学武生涯 1979年16岁的李连杰 说要前往40多个国家巡回出访 美国总统尼克松看了他的表演后 热情的邀请他当保镖 却被他拒绝了 少林寺的导演张欣妍也在这个时候找到他 邀请他出演《武僧绝缘》 尽管演的是位和尚但李连杰仍凭借着他英俊的外形 俐落的伸手一炮而红成为无数少女梦中的情郎 情动初开的黄秋燕看在眼底里 急在心里却只能偷偷的喝甘醋 少林小子开拍时李连杰把黄秋燕推荐给导演 与他一同出演情侣 三龙三凤 这里这对 他们这对荧幕情侣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 戏里谈情说外戏外 黄秋燕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情意 和李连杰直男一个对师姐的反常 他觉得莫名其妙一边挠头一边傻乎乎的问对方怎么了 黄秋燕笑也不是哭也不是只能一个人生闷气 感情从来不对等 先付出的人更容易受到伤害 良缘还是孽缘 估计连黄秋燕自己都不说不清楚 但作为旁观者我们却能发现 爱如果太过炙热会惯坏了 你爱的人也会灼伤自己 情意千金不敌胸前思量 1984年拍摄南北少林时李连杰再次向导演推荐 由黄秋燕担任女主角 当时的黄秋燕满心以为 这是心上人不舍分离与他双宿双飞的另外一种爱的表达 但实际上李连杰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报恩 谋求体面的分手 李连杰认为我给他红的机会 足够对得起他的付出 1987年24岁的李连杰和26岁的黄秋燕悄然领证 没有深情告白 结婚遗失 甚至连父母都没有告知 他们就这样婚了 他拒绝了侠女十三妹西游记剧组的多次邀约 不是不喜欢拍戏 而是李连杰明确表示 不希望你和其他男人对戏 婚后的黄秋燕当起幸福的家庭主妇 一路跟随李连杰来到美国 1989年沉寂了两年的李连杰 事业终于有了转机 他接到了一部《天龙》 《龙在天涯》的香港电影 兴奋过后 他立刻打包行李 留下刚满一岁的大女儿 和再次有孕的妻子 独自去了香港 在《龙在天涯》剧组 李连杰完全忘记了为人夫 为人妇的责任 对一个性感的美女一见钟情 她就是丽志 丽志本是上海人 20岁时随父移居香港 她梦想成为演员 但却被香港人嘲笑 是村姑 心有不甘的 她花了三年的时间赴美留学 给自己镀金刷了层海归光环 然后高调凭借 亚解冠军的身份出道 1991年 30岁的黄秋燕 韩磊和李连杰 办理了离婚手续 和他们离婚消息 同时见报的是香港媒体 言辞犀利的十字评语 情意千金不敌 雄前四两 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一种婚姻 就是把娶你当作报恩 正是这种扎而不自知的高姿态 却足以碾碎任何一个女人的爱情和自尊心 爱了没有 有了对比 伤害不止加倍 黄秋燕虽然黯然退场 但李连杰和励志 却没有立刻开花结果 1999年 李连杰 红遍全球 成为好莱坞史上 继李小龙成龙之后 又一位华裔英雄 恰逢十年之约到期 他好至600万 举办盛大的婚礼迎接了 励志 对于他们的结合有人嘲讽 也有人讥笑 有人羡慕 但更多的却是疑惑 人们心中都藏着一个巨大的疑问 励志为何能将李连杰 迷得如此神魂颠倒 这疑惑越来越大 直到多年后 答案才慢慢的浮出水面 因为励志满足了李连杰身为男人 所有的虚荣心 很早之前有人喊李连杰 裸军史 他就回应说 我没钱 钱在很多年前 就全部在我太太名下 这话不假 婚后李连杰 为了给励志安全感 早就把全部的20亿身家 交给了励志 这在后来的报道中 也有提到过 李连杰身边的人都知道 李连杰出门从不带钱 有需要就找人见 而且对于这点 他曾特别骄傲的说 爱他就是要给他全部的安全感 但这份心 李连杰不能 不能也不想感受 也许爱情就是这样的毫无理智 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你不是他想要的那一个 他的卑劣也配不上你的好 时隔多年 伤害却始终都在 李连杰这种极端的感情倾向性 不仅体现在了黄秋燕和励志身上 在他们各自生下的两个女儿身上 则更加明显 黄秋燕的两个女儿 李思李台密 因为黄秋燕经济状况不好 只能由李连杰抚养 但李连杰却将他们一直寄养在他的母亲家里 不说教养 连见面都少之又少 父女感情非常生疏 在姐妹俩的心头铭记最深的记忆 是一群孩子围在中间嘲笑 你爸爸娶了后妈 妈妈也不要你了 他们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家的野孩子 因为他们不仅是单身家庭 更是寄宿在亲戚家的留守孤儿 孤单敏感尖锐 是他们童年最多的情绪 这个女儿指的是励志所生的二女儿 杰尼和杰特 他们自小享受着父母的宠爱 顶级豪华的生活 被励志按照名媛的要求教养 像公主一样长大 尤其是杰 七岁就为刘德华伴58岁和成龙走红毯 19岁考入哈佛举办成人礼食 更是在法国的名媛舞会上称霸C位 提起她时很多人仿佛极见一美之尺 虽然 杰非常的优秀出色 但如果她不是李连杰和励志的女儿 会有如此风光的待遇吗 前夫李连杰和励志的女儿 越幸福越高调 她的两个女儿就越发被厌衬得毫不起眼 心情也愈发的阴郁 同时李连杰的女儿 却享有天差地别的父爱 过着完全不平等的人生 如此不公的待遇 又有谁能拍着胸脯 说她一点也不在意呢 2015年 少林小子剧组时隔33年再聚首 一张流传出来的照片上 人们惊讶地发现 李连杰和黄修燕隔着四个人 却犹如隔着千万重山 他们全程没有任何交流 甚至因眼神都不给对方 也许最好的报复 就是何必相逢相识 相见不如没入 时隔多年 励志容颜不在 但被李连杰 极致宠爱一生的她 笑着告诉世人 嫁给她不枉此生 只希望有生之年 他们能够各自安好 再也不必焦虑于 今生所有的言行 是否对得起深夜人静 是良心的拷问 经得住天下人追星刺骨的议论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